好,我们来看这个演练题是有关于顺流和逆流的问题 船在河中航行如果逆流而上 每小时只能滑6公里 如果顺流而下,每小时可以滑8公里 以致来回一趟要7个小时 请你透过以下的引导来解出河流有多长 它这边先告诉你,引导你 假设逆流花了x小时 那河流的长度呢,因为逆流而上 它每小时速率是6公里 那花了x小时 所以河流长度计成6x 那因为总共是7个小时 所以顺流花了多少时间呢 逆流花x,一共7个小时 所以顺流花了7-x这么多小时 那再来你可以知道 因为顺流而下比较快 所以它花的时间会比较短 逆流而上比较慢 所以它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河流的长度呢 可以计为什么呢 顺流而下每小时滑8公里 这是速率 速率乘以时间就是距离 速率每小时8公里 乘以时间7-x 这个乘起来呢 就是河流的长度 那河流的长度 不管你是顺流而上 或你游而下 都是同一段的河流 所以它们的长度就会相等 也就是说这个6x呢 跟这个8乘以7-x 这两个都是河流的长度 这两个会相等 所以6x等于8乘上7-x 所以可以列出b这一个方程式 那从这个b这个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解出x等于多少呢 来解解看 6x就等于8乘上7-x 8乘7 8乘7-56 再减掉8x 那这时候呢 把减8x呢 把它移到等号的左边 6x-8x移过来 变成加8x 等于56 所以呢 得到14x呢 就等于56 所以x呢 就等于4 那x等于4 意思就是说 逆流花了4个小时 那河流的长度 6x是多少呢 6乘以4 就等于24公里 好 从这个引导里面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 河流的长度 把它算出来 稍等于4 谢谢大家